那我觉得这是最富精灵感和童话感的一个晚上和一个瞬间 可惜你们睡得比较早 一路给我再开 好了 我们继续出发吧 我们从现在的苏格兰斯科拉斯卡洛古的最高点 一路下山 准备沿个NC500继续向北 景色也已与我无关 因为前方是泽个样子的 其实说这个地方有特别漂亮的一个公路牌 就大家把所有的那个sticker都贴到上面了 感觉是通往仙境的一条路 这路真的是挺窄的 我昨天就是之前看攻略的时候 有知道咱们来的这段路特别窄 但是我昨天看Google的时候 就是咱们昨天停那个停车点 有一个车说是特别高 但是那7.6米的房车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 那我汇车那个就差不多了 是吧 因为它在旅途那广弯的半进来都很大 我昨天躺在那边是觉得你在到的 小鱼有什么 是在到到到到的 今天如果我们不必须骑车的话 我们就会说得更快 骑车那些都是勇士的 对 今天还看见挺多骑车的 要马上来有呢 好吧 真的是 我感觉这下车就能给你这么找的 人生历练 人生的一种不可多得的经历 这段路好险 你俩快要把人全在机上 弟弟啊 那就干什么机了 好险好险这段路 有两个这样的大 这比这个还 哎呦 这个真的是 而且昨天是上坡 下坡那边 哎呦 好窄好窄 其实要没那么大雾 可能也不觉着那么害怕 这雾太大了 哎我怎么觉得今天 从咱们边上走的车速也都不慢呀 那你再来快试 哦不要不要不要 拜托 今天都挺慢的 大家都挺 挺那个什么小心的 有车有车 他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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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要掉 我这边要掉一种 他那有个蹭车点 妈妈这是个白鼠 哎呦 我的妈呀 太吓人了 哇塞 这老爷子太厉害了 看他见我 反正我们看不见 绝在没行 给他压力 给他压力 去跟他压力不然 好多了 谢谢 你 элект지를找到 你看 这个人来了 你觉得 і 去找不就是 那人来了 我 你 你 一人来了 如果你 下面一段 哈 哈 哈 旁边 旁边 哈 你刚才用的那个在食品的盒子里 你为什么想住这儿啊 因为这里好 但是 我到的地方就是我这里好 我也想拍 你干嘛 你也想住这儿 你弟弟要住这儿了 那我们找他住这儿行吗 我们找他住这儿行吗 他每天吃草 每天吃草啊 你弟弟一个不吃肉的 就会咬嘴巴的孩子 能每天吃草吗 他是人啊 他在海边了 他跑进去 他怎么那么多停车场 他有汤车呢 好了我们到了Apple Cross 这个有个小停车场 这边今天因为天气不是特别好 上面是刚才上面山上是水雾水气 现在山下这边还是比较晴的 然后Apple Cross守着一片大湖 这应该是海吧 应该算不上湖了 连着海对不对 但是他确实在一个湾里边 好了我们去村子里转一圈吧 好像这村子也没多大 我们就看一眼到底有什么 拜拜 走了 然后我们去这边的游客中心 然后这个 算是NC500的一个起点吗 妈妈 不算 图经点 来到Apple Cross小镇 那一定要来小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酒馆来坐一坐 这家小酒馆也是号称苏格兰的百大pop之一 所以说一定要进来坐一坐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进到酒馆可以看到 整个酒馆还保持着非常复古的一个装修风格 保持到它原来的年代感 然后墙上也挂着很多的艺术品 包括一些客人赠送的一些画作 酒品也非常的丰富 包括这边的墙上也有很多的餐食 来到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点一点当地的美食 非常新鲜的海鲜做的美食 我们车停在这个服务中心的停车场旁边了 Apple Cross 本身是一个沿海的小镇 但是小镇的两侧可以看到都是被高山给包围起来了 而且都是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高山 所以说这边的景色在晴天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这次我们过来被阴雨天气给溶罩住了 很多景色是看不到的 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徒步 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我们也没法徒步上山了 所以我们草草流浪了一下 就准备去下一站了 在东北里面的音符里斯 在东北里面的音符里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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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